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有非常多的人認為他們一輩子都在被打壓 都在被限制 就像在美國的LGBTQ這群人 大選結束後 眾議院由共和黨掌控 而且很多保守派的州都開始立法反LGBTQ族群 至少就是MSNBC、CBC、ABC、CNN這些左派電視台 他們都是這樣說的 他們說這些法律嚴重的壓迫同性戀、變性人、雙性人、變裝狂後 搞到他們很害怕 而且美國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國家 已經有很多同性戀、變性人的族群準備好要脫離美國了 他們打算要放棄美國國籍 跑去其他的國家申請政治庇護 因為美國對於同性戀太壓迫了 太不自由 而且還會遭受攻擊 所以他們要離開美國了 我們要怎麼看他們 而且我們真的在壓迫這些變性人嗎? 今天要好好討論一下 在我們開始之前 請你去我們的網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我們下面參加我們Coffee的會員 直接的來支持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們從來沒有跟Google 跟YouTube的廣告上面得到任何的收入 這個頻道是100% 由你這個樣子的觀眾來支持的 我們需要我們自己的媒體 我們需要真正的使用聖經的角度 來看現在發生的事情 轉轉這個時代要由你我一起努力 而且堅持 所以請加入我們的會員 還有幫我們點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這個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們的文化價值觀 一直被左派侵蝕的話 分享這個影片 當這個新聞頻道的後盾 歡迎教會來支持我們的事工 歡迎保守派的企業來買我們的廣告 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忙 讓我們一起奮鬥下去 美國是一個由基督徒建立的國家 歷史上最自由的國家是有一群基督徒建立的 最多元的國家需要一群基督徒建立 最繁榮的國家需要一群基督徒建立 現在我們需要一群基督徒 一起來奪回我們的國家 我是Ethan 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去年大選結束之後 我認為美國會開始對於LGBTQ不斷的擴張的議程開始反擊 特別是針對小孩洗腦 把性教育變性性別認同那東西去除掉 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方向 也是保守派共和黨會執行的方向 我們會跟這些無恥而且又變態的議程開戰 果然2023年才剛開始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國效了 美國各大保守派掌控的州 開始立法禁止小孩變性 禁止洗腦小孩的性教育 還有就是性別認同這些治療 這些州開始禁止兒童變性這個手術 還有就是這些合家觀賞的變裝皇后表演 也被禁止了 那這些法律造成了一個新的一波的緊張氣氛 現在有很多推行變性的族群的團體 還有主流媒體都開始發瘋了 開始害怕了說這些新的法律 非常危險非常可怕 讓我們來看一下NBC的 Joe Yorkaba they them by the way 在電視上說 為什麼這些禁止小孩變性 禁止性洗腦小孩的法律很危險 我們只有一星期到 2023 在全國人們已經看到了 人們已經看到了一波 的政策 anti-transgender 政策進行進行進行 各自兩三十多的法律 正在兩百多法律 要禁止了保護健康科學 已經被開放了十八個州 這年來 在 Texas 三個法律會 估計的顏色тр我的�리osc twist 和影響过程人形态 控制男形成立地温暖 在途徒的病 Iowa Если вы分享 от Dangote 新军政颏预ANT 这年内也不接着 避免了一份 这些问题 比如 vos提 dépl 或禁止 �距離贷 Eddie 獄 therapy,病毒 and surgery for anyone under 18. But some of them are taking it up a notch this year like Oklahoma's for example, which would bar that care for people up to 25 and would block coverage for that care under the state's Medicaid plan for anyone. And then we have a bill in Texas that seems to completely bar minors from attending drag performances in the state. So what we're seeing is really an escal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protests on drag shows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you describe it as an escalation part of that is because we saw record anti-trans legislation last year um and you know more last year than the year before etc etc um talk about where the trend lines are going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people in the lgbtq plus community yeah well advocates in texas have told me that they expect things to get a lo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um and so even if these bills don't pass they say they still have an impact a recent national survey for example from the trevor project found that 85% of trans and non-binary youth across the country said debates on this legislation have negatively impacted their mental health 但是呃事实上这些州议会的辩论不会伤害到任何小孩的心灵成长事实上就是像joe yorkaba那样的人这些在推行儿童变性促使人性别错乱然后在到处说这些事情是在伤害小孩 现在那些被洗脑的小孩被告知他们性别错乱是正常的现在被告知这些保护他们身体跟心灵健康而且让他们摆脱让他们脱离受害者心态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法案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伤害他们他们被告知他们可能因为这个样子会觉得想自杀 这些在推行变性人的一群人是目前地球上最恶心又最邪恶的一群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试图说服小孩跟小孩的父母让他们变成一群害怕的困惑的想自杀的受害者 所以真正在伤害小孩跟家庭的其实就是这些变态教授还有专家 不只是这样不只是媒体说那些变性的小孩在害怕 成人的变性人根据VICE这个左派的新闻报道 他们现在害怕到想要逃离美国去其他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I don't know 在加拿大会建造一个什么变性人的难民营之类的 然后这些难民营就会一个一个关闭 因为在里面的工作人员没办法记得所有人的性别代词 然后被冠上这个性别歧视而离开而被开除 以下是VICE的新闻报道 有些变性人准备逃离美国到国外寻求政治庇护 Rin Azaral-Wilhar 一位50岁的变性女性 就是意思他就是他男人的意思 不断的在搜寻如何逃离美国 他来自美国 但是有这么多对于变性人以及非二元性别的人的攻击不断上升 外加上立法委员正在锁定变性人 立下了越来越多Draconian Legislation OK,言行俊法 把他们的存在都当成是一个犯罪 这让Wilgo非常担心 横跨全国以及他的个人经验 让他觉得美国的未来并不是一个他可以居住的地方 2021年3月 当Wilgo在开始他的转变时期 他正在穿梭在各个州寻找工作 有一天他想上厕所走进公共厕所的时候 一个男人跟随他到里面 而且把他压制到墙上 当时他心想这个人是不是要把我勒死了 我们在这边先暂停一下 OK,然后整理一下目前这个故事的走向 这个人2021年才开始他的转变 然后就已经感觉到全面被讨伐的压力了 甚至想要离开美国 而不管怎么样 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报道的时候 或是听到任何变性人说类似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要怀疑他们的说辞 而且要求要有更多的证据 因为每一次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男的把他压在墙壁上 是不是跟这个Rain有关系 甚至有没有真正发生 这个攻击叙述的非常简短 而且没有任何的细节 然后这篇报道就继续了 这基本上是所有变性人攻击事件的叙述方式 没有任何的细节 没有任何的警察报告 没有任何的证据 故事内容就是很难相信 但是我们就是被逼着 一定要100%相信 完全的相信 这个就是变性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 每一个变性人都在被打压 就算根本就没这回事 不过我们继续来看这个VICE的报道 现在他住在Fargo, North Dakota 他认为绝大多数的时间 他都是安全的 他住在荒凉的地区 但是当他离开这个州的时候 他不断的感到不安 他说有大概30个州 我连开车经过都不愿意 根据他的经验 以及全国不断增加的攻击事件 激励了VOLGO开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 叫做Transport 目的是要帮助变性人 变性在这个官僚政治气息当中 找出出路 最终在经济上面帮助他们离开美国 VOLGO正在考虑到冰岛申请政治庇护 他去年夏天去旅游 而且认为说那边比美国比起来 更包容更安全 身为一个变性人 在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议题 虽然还不确定美国的变性人 有没有资格去其他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专家告诉VICE 这个新闻台不太可能 但是美国目前的惨状却激励了更多像VOLGO这个样子的人去尝试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清楚一下刚刚这个报道在讲什么 就是美国的变性人现在要去其他的国家申请政治庇护 他们想要有那种脱北者 逃离北韩那种人的待遇 当然这两种脱北或是脱美 这两种叛变者的待遇是完全不同的 逃离北韩的人申请政治庇护 拒绝的会被送回北韩 绝对会被送到集中营里面 在里面挨饿被打被虐待之后被杀死 但是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VOLGO去冰岛申请政治庇护被拒绝的话会怎样 美国会对他要做出什么残忍无法想象恐怖的刑罚 简单说就是他会怎么样 答案就是不会怎样 事实上就是一个50岁的大男人 大概在30秒之前才决定说他是个女人 现在针对变性人立下法律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说有30个州他连开车经过都会害怕 好像在这些州的路上高速公路上有一堆零检站 然后那边有一堆保守派的人戴着Mega的帽子 如果一发现一个变性人的话就把他们抓起来 然后去劳改营或劳动营一样再再教育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他们想要透过这个报导 这样的报导让你想象出来的画面 就是有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这些通过他们认为反变性的法律 其实只会喝止那些医疗人员 切除女生的胸部 小女生的胸部 或是小男生的鸡鸡 或是把不属于他们的性别的荷尔蒙 打进小孩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些反变性的法律 一点都没有对于变性人有任何束缚 成人的变性人 他们想做什么还是在做什么 而是束缚了医生 以及医生可以对那些人做的事情 那些小孩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立场是 不是你有医学执照 你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要有这些法律 来管制这些医生能做什么事情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认为要管制的就是 在人有能力自理 来决定自己的人生 在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之前 不能让这些医生为了钱 来洗脑破坏自己的人生 或是那些小孩的人生 如果这个变态是要去各州 去传达这个样子的东西来鼓励小孩变性的话 那或许他就要小心了 不然他其实是可以安全的 自由的当他的变性人 他也知道这一点 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在干嘛 变性人的议程 不管在哪个国家 美国 台湾 香港 以色列 这些我们比较在乎的国家 在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一个表演 一个演出 假装演出他们很害怕的一个 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威胁 事实上就是这些左派的变性团体 自己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个威胁 而且没有人在威胁他们的存在 他们在提倡的 而且在号召的就是 洗脑小孩 扭曲小孩的童年 伤害小孩的身体 这些人对于小孩是一个威胁 而且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很明显不是为了要帮助儿童 各位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这些人想要维护洗脑小孩 扭曲小孩的童年 伤害小孩的身体 切除小孩的性器官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样子 是在帮助小孩吗 当然不是 原因是因为 如果有越来越多 像他们那样子的变性人 越来越多脑子不太清楚 然后从小就开始被他们洗脑的话 他们就会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 就会越来越认为说 他们是正常的 而且这些支持变性的人 也是唯一的一群人 每天花时间到处去找 反对他们的观点 然后试图摧毁别人的人生 只因为别人的观点 跟他们不一样 这个有非常多的证据 在这个星期就发生了 OK Post Millennial出了一个新闻 变性人 人权运动人士 促使游戏公司 开除了一名女性 因为那个女的犯下了追踪 Ian Miles Chan 还有Lips of TikTok的推特账号的罪 他们说 星期五一间叫做 Limited Run Game的游戏公司 开除了他们的社群主管 一位叫做 Cara Lin的女人 在极左 变性人 人权 权益人士 Purple Tinker OK 这人叫Purple Tinker 要求游戏公司 开除Lin 因为他追踪 Ian Miles Chan 跟Lips of TikTok的推特账号 不然就会失去他们的支持 之后 Cara Lin 遭游戏公司开除 Ian Miles Chan 发了一个推文 说 一个游戏公司叫做 Limited Run Game 开除了Cara Lin 因为某个神经病 认为自己被攻击 只因为Lin 追踪我 还有Lips of TikTok 根据2012年的Observer article Purple Tinker是一名生理男 自我认知是一名变性人 而且创造了Brownie Con 这个组织 这个组织是给成人的男性 想要穿着儿童电视节目 My Little Pony 里面的人物的组织 是一个Cosplay的组织 一群男的 想要穿着跟 I don't know OK 他上面写说 Purple Tinker 在1月6号早上 9点06分 发推文说 Limited Run Game 的社群主管Cara Lin 是一个变性人恐惧症的人 他追踪了很多右派的 变性人的 攻击恐变性人的 所以他 开除他 我们就绝对不会给 任何一毛钱 给这样子的公司 然后同一天下午5点40 Limited Run Game 发推文公布了 可以说Lin被开除了 而且说 LRG尊重每个人的观点 但是我们决心支持包容的文化 在经过调查之后 一名员工被开除了 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为了大家 创造更正面以及安全的环境 所以他们就在短短几小时内 随便开除了一名员工吗 不到一天的时间 一个变性人早上发推文 下午那个女的就马上被开除了 也就是说 他们也是不是一看到 就马上把这个员工开除了 只因为一个叫做 Purple Tinker的变态变性人 不爽这个女的在推特上面追踪 他不喜欢的人吗 是的 就是这样 而这个就是这些变性人 在他们说他们被压迫 被打压的国家拥有的权利 而且他们是唯一有这个样子权利的一群人 只需要一个人说 我认为那个人应该要失去工作 应该要失去生存能力 来人哪把他突出去斩了 然后就可以立竿见影 马上得到回应 这个是你跟我都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这群人在那个地方说 他们很可怜遭受威胁 每天活在危机当中 同时却用他们这些广阔的 无止境的政治力量 来摧毁别人的经济能力 来摧毁别人的人生 摧毁任何反对他们的声音 然后如果他们这个样子不成功 就是抵制你 威胁你 侮辱你的宗教跟你的信仰 他们就会说 就是叫你们全家都该去死 这个样子 我就接过这个样子的威胁 然后他们在有这样的权力 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的同时 却不愿意放弃他们受害者的身份 这个就是一个自恋狂的行程 世界是为他们而创造的 地球是为他们而赚的 社会唯一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满足 而且确定他们的思想 所以今天这一集 我想说什么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要离开这个国家的话 OK 我们最好的回应就是 OK Bye 要走就走 这是个自由之地跟勇者之家 不是一个迫害的地狱跟受害者的冰岛 我最不像耶稣的 而且我最难做到的东西就是 为了一只羊放弃九十九只 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耶稣爱每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要因着耶稣的爱来接受他们 这个是我个人很难做到的 所以我对我个人而言 他们想去冰岛 最好就揪团 然后全部一起去 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处境 是非常可悲的 而且必须要怪我们自己才可以 宪法明明规定的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集会自由 我们可以跟政府说 这些变性人 以及那间公司 侵犯了KaraLin的言论自由 但是他们也同时可以说 公司要开除Kara是公司的自由 因为公司的确有权利决定 自己内部的人事问题 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 我也两边都同意 问题就是其中一方 联合了政府 单一打压了另一方 我们在那个七个三头 那个节目里面有说到 当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坚持 不管是哪一个三头 不管是哪个职业 都是要坚持 同样的创业当老板也要坚持 我在这个地方 鼓励所有的基督徒去创业 当老板掌握自己的人生 掌握自己的幸福的命运 而且当你掌握了自己的人生 跟财富的之后 而且坚守着圣经的价值观之后 你就可以帮助像Kara那个样子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教组织体系 甚至整个教会都堕落了 例如像说Salvation Army 他们开始支持LGBTQ 路德会 卫理工会里面会有变性人 还有变装皇后当牧师 基督徒的企业直接跟世界低头 基督徒的电视台 不敢讨论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然后说那个东西都是政治 然后说AI News讲的太严重 用词太激进 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 保守派要负很大的责任 基督徒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个世界会堕落 教会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们变得不敢出声 不敢反抗 只能妥协的苟且投身 只能被开除 只能被抹黑 只能被毁掉人生 我们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现在就开始 创业努力变得刚强 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 那些人说他们自己要走的那些人 他们不会走的 他们在那边说要申请政治庇护 只是他们骗钱筹款的一个方式 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 是要摧毁你的家庭 还有扭曲这个世界的道德价值观 来迎合自己的欲望 而能跟他们抵抗的 只有变强的我们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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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